欢迎收听软件那些事的第243期 这一期呢讲这个苹果电脑 苹果电脑里面这个苹果 实际上是个苹果园 是个什么样子的 就他这个以前有传闻是说 是这个图灵刺的那个苹果 实际上不是 他就是仅仅是乔布斯带的一个苹果园 这件事情 在前两期的时候 我讲了就是乔布斯年轻时候 他曾经去过一家苹果园去休息 就有一个听众过来跟我讨论 这个苹果园的问题 说实在的 我还是挺喜欢跟那个 听我电台的人去讨论的 因为一方面呢 我觉得他读书是比较多的 而且思路非常的清晰 但他了解的也很多 至少是也不骂人是吧 因为有很多加我的人 只是为了骂骂我 也就是说呢 很多的听众 实际上是脑子有问题是吧 就跟新闻联播一样 只要是我说的 他不不符合他的意思 然后呢 他就来骂我 因为骂我实际上是 没有任何风险的 是吧 然后靠口号来交流嘛 一会儿 一会儿什么清算我呀 或者一会儿骂我是汉奸 一会儿又 又又又 我没有理想主义 因为我说 这个芯片可能比较难造啊 或者是什么 他就说你没有理想主义 是吧 一会儿又有工匠精神 就交流半天的话 就相当于看了半天 新闻联播嘛 但这个听众是不一样的 我要表扬一下是吧 因为我还喜欢 跟他去讲这个事情 显然他懂得非常非常多 他了解的东西非常多 然后交流也是比较顺畅的 甚至我还打破了惯例 一般情况下 我跟男的去聊天的话 根本不超过十句话嘛 我就不讲话了什么 但这个哥们还是比较牛逼的 我甚至跟他语音聊了 那么三十分钟是吧 实际上只有女的 我才会这么热情 如果大家在微信上联系我 可能有其他人加我 看到我比较冷淡的话 就是我看了一下 你这个性别是男的是吧 如果你改成女的话 我就会变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是吧 我们讨论了一下 乔布斯年轻时候 在苹果园的事情 他说你知不知道 这个美国这个苹果园特别多呀 是什么 他提示我 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来说一下 乔布斯在苹果园的事情 乔布斯去大学之后 他碰到了一个学长 就是说呢 这个学长贩毒 贩毒 然后被判了两年刑 这个学长当时呢 有2.4万片迷幻药 然后呢 价值高达12.5万美元 结果就被条子抓了 是吧 做了两年监狱 这个学长 他的名字叫弗里德兰 从监狱里出来以后 他就又去上学了 从小就贩毒 你显然就知道 这肯定不是一般人 是吧 这个家伙就去了印度 曾经去过印度 后来乔布斯 我那一期讲的时候 我也讲过 乔布斯去过印度 实际上这个家伙去的更早 学长嘛 是吧 都坐过监狱 这个家伙一头金色的西子汤 就是现在可以收到他的照片 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什么 渣男西子汤 渣女大波浪 是吧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我认识一个朋友叫成哥 他也是西子汤 但他就不是渣男 所以呢 不能一概而论啊 但这个弗里德兰是个渣男 乔布斯呢 是非常崇拜这个学长 他在传记里说啊 弗里德兰是个 真正有气场的人 只要他进入房间呢 就是所有人的焦点 起初我是不太相信的 后来我也相信了 因为弗里德兰从印度回来以后 他就光在脚 乔布斯也是光在脚 不穿鞋子是吧 然后穿着印度的长袍 还是学生会主席 一张口的话 他就是说 我曾经被这个美国司法部门坑了 在里面蹲了两年 我的目标啊 就是推翻美国的司法制度 建立自己的王国 说实在呢 你做过劳 然后穿长袍 气场肯定是非常主 再加上自己又是贩毒 他的父亲呢 是个奥斯维辛 集中营的性团者 叔叔呢 是个瑞士的大罗斯的商人 罗斯啊 就是我们拧罗斯的这个 是个罗斯的商人 他的叔叔的名字叫 马赛尔穆勒 是个非常非常有故事的人 为什么讲他叔叔呢 因为他叔叔虽然人类瑞士是个大富豪 但是呢 喜欢在买地 在美国买地 就跟很多中国的富人一样 是吧 在美国买公园 买市地 然后呢 在中国赚钱 然后呢 说做研究 是吧 他叔叔呢 可能就是在美国买了1500亩地 就土地是吧 种了上了苹果树 因为他叔叔是在做生意嘛 你可能大部分时间在欧洲 不经常来这个美国 就让弗里德兰 他侄子吗 是吧 你就在那里折腾吧 就有1500亩地 折腾 然后呢 这个弗里德兰 就把这1500亩地 改造成了一个叫做 欧湾法姆 就是叫一个农场 欧湾法姆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是吧 欧湾法姆的地方 在那里 干什么事情 是没有什么记录的 他们也没有说 是吧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就是他们天天在那里学习 背单词 或者是做数学 画画 然后陶冶自己的情操 另一个 另一种可能 就是那群男男女女 过着没修没少的生活 这两种生活 到底是哪一种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也没有去住过 只能猜测 猜测的话 比如说乔布斯 让两次让他的女朋友 不论男子吧 怀孕 第一次是流产了 第二次是没有流产 然后生了一个私生女 就是在这个苹果园的时期 同期呢 乔布斯还读了一本 营养学的书 名字叫做 非年夜饮食治疗学 作者呢 是个德国人 他叫阿诺德 埃德雷 这本书里讲什么 就是人呢 你只能吃一下苹果呀 或者是什么东西 是吧 就身体上 就不会产生粘液 而且呢 还要通过定期的绝食 来清理身体 乔布斯呢 就当时 在苹果园里 是吧 天天啃苹果 苹果没熟的时候 就吃什么 芹菜 就是怎么 不知道美国的芹菜 是不是这样 咱们不知道是吧 可能就是 他说芹菜 我搜了一下 这个单词是芹菜 其实我也不认识 这个单词 反正苹果和芹菜 可能美国芹菜 不一样的吧 反正应该不太好吃 我认为不好吃 芹菜 炒了都不好吃 更不是说生吃芹菜 但中国也有 是吧 中国目前很多有钱人 也喜欢这么做 尤其是IT界的是吧 中国的古代 就有叫什么 屁股 像张良 大家知道张良 张良也是 史记中说张良 为了屁股 差点把自己饿死 最后屡后 实在受不了了 干预一下 才让他吃东西 最后救回来了 但是饿了 已经不行了 又活了八年 去世了 但屁股最厉害的 一个人是谁 叫彭祖 说他八百年 八百年没吃东西 活了八百岁 我认为这个 可能性不是很大 活了八百岁 活八十就已经 特别高领了 基本上不太可能 他叫李少骏 屁股的名人 屁股名人录 李少君 就是像古代人 像汉武帝推销屁股 汉武帝就被他忽悠了 很可惜的是 李少君可能 把自己也忽悠了 然后怎么样 就自己死了 自己饿死了 这个汉武帝一看 你怎么都饿死了 所以后来汉武帝 还是吃东西了 但我们是说的 这个德国人 德国人是不是屁股 不知道 反正呢 肯定是这个什么 肯定就是说 要吃东西这个样子 要不吃东西这个样子 乔布斯嘛 曾经的偶像是吧 这个德国人最后怎么样 就是屁股之后 他不叫屁股 就是断食嘛 断食 有的叫轻断食 有的可能他 中断食太厉害了 这个德国人 中断食太厉害 可能你起来之后 就血糖低啊 我也是我瞎猜的 血糖低 然后一起来就倒地了 你可能在那里 不吃饭是吧 血糖肯定低 然后一起来倒地 头一下子就摘到了沟里 然后就这样摔死了 是吧 死的时候 跟乔布斯一样大 56岁 乔布斯去死的时候 也是56岁 这都是命是吧 当然我个人是不屁股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屁股是有用 也许没用 我怕又有电台的读者 跟我争论 因为我是喜欢吃肉 吃烧烤 喝可乐 是吧 因为我是司机嘛 我开出车车 工作非常的累 如果不吃饭的话 你这个血糖一滴 开车就不安全 是吧 所以呢 不要劝我 死死屁股 我是真不能死 万一把车开沟里去了 是吧 和大部分人不同的是 乔布斯呢 就在这个苹果的公社里 就是欧湾 欧湾法 在这个欧湾法 这个公司 就苹果园里嘛 待了两年 他就顿悟了 顿悟了什么呢 他认为天堂 根本不可能实现 是吧 无论谁宣传的话 他以后再也不相信 这个公有经济 也不相信 就是谁是磁战家 他自己说嘛 他说事情就变得 越来越物质主义 每个人呢 都在农场工作 但是呢 只有弗里德兰获得利益 肯定吧 弗里德兰 他的农场 是吧 大家都干活 然后用思想忽悠他 对终了弗里德兰 弗里德兰成了亿万富翁 现在也是亿万富翁 他从事一些 铜矿呀 或者金矿这种事情 后来乔布斯 也成了富翁之后嘛 这个弗里德兰 还给他打电话联系 说能不能安排一下 他跟那个吸血家的 这个克林顿是吧 大家知道 克林顿也喜欢吸血家 是吧 在白宫里面 跟莱维斯基玩血家 然后交涉一下 看看能不能 安排一下会面 但是乔布斯呢 就没有答应他这个要求 乔布斯后来是这样 评价富里德兰 他说 乔布斯 他说富里德兰 总是在宣称啊 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是吧 是个精神智商的人 但是呢 他已经超过了 他所作所为 已经超过了魅力 和欺骗的界限 你年轻时候认识的某个 号称精神智商的人 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 彻头彻尾的大活友 就是只会有钱 什么 淘金者 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句话 我只是翻译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乔布斯传 最聪明的 那个乔布斯传 他上面写的 我想很多人 都有自己的偶像 连乔布斯也是 乔布斯也是从他的偶像身上 看到了丑恶的一面 后来他就不再联系他了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 我曾经做过一期电台 第154期 那一期我是 并不是讲罗永号 而是讲OpenBSD 但是呢 当时称热点 有点称热点 然后里面提到了锤子手机 因为当时锤子手机 就是把门票嘛 门票然后 开大会 然后把门票 然后捐给了OpenBSD 这个组织 就是 那当时是 OpenBSD里有一个OpenSSH 就是说 开源的项目是没有钱的 然后罗永号先生就 捐了一些钱嘛 捐了所有的门票 我就比较感动嘛 是吧 然后我就说这个 起码大家都在用OpenSSH 真的是大家都在用 你即使不知道的话 你也在用 反正每个人 每个只要上网的人 肯定在用就是了 然后呢 我就表扬了一下 结果 那期电台被 我大部分电台 实际上收听量不多的 尤其是以前更不多 就几千次吧 肯定是不到 不到一万次 加起来的 几个地方 加起来 就几千次 所以呢 我是 包括现在也没有多少次 就几千次 加起来几千次 结果那一期 被收听了多少次 五万次 大家也就可以猜到是什么人的 听号 然后实际上是被某一个 又听我电台 又是垂直科技 这个 这个 这个粉丝 就是知道了 然后他 他把这个 肯定推荐给了他们的群 然后呢 那一期就被收听了五万多次 然后呢 我就被拉了好多垂直科技的 粉 就是粉丝群 他们垂直科技 实际上是按照地区去分的 比如说华东区 比方山东区 然后我是在北京山东 或者江苏这一块 就是被拉了 或者一个群 设施的了 他们每个群都五百人 实际上是比较吓人的 进去之后 就把我吓坏了 是吧 以至于现在 我有点阴影 有些就是狂热的 老罗粉丝 会把这个老罗的视频 一段一段的截出来 然后做成就是抖音 或者快手的这个样子 就是十几秒钟 或者十五秒钟 这个样子 就是他的每次演讲 都会都会在群里发 发了之后 然后大家去解读其中的意思 实际上 就发到群里嘛 大家都会点评这个东西 实际上你是不能发其他东西的 只能发与这个是有关的 然后后来有一个比较狂热的 后来我 其实我加了几个 相对我认为比较狂热的 加到了我的 以前没有被封的一个微信群里吧 但后来我也退掉了那个群 现在我还有点不适应 就是他的ID叫小蘑菇 但我也不知道他是做哪里人 应该是南方人 现在我是有点不适应 他的群里只发三种内容 一个就是老罗的视频 老罗的视频反而付出的放 最后谁在来受不了了 另一个视频就是 另一种内容吧 不能说视频 就照片 就是小姑娘 并不是成年人 就小姑娘 五岁吧 五六岁这个样子 天天发这种五六岁的小姑娘 就特别的 我认为一个正常的人 是不会这样去发这个五六岁小姑娘 当然他发老罗视频 我是不说的 但是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发这种 非常年轻的小姑娘 是吧 还有一种就是卖鞋子 但后来我是把他 是因为我加了他的群 我时间我是退掉了 退掉之后 我也把他从我的群里 就是拉黑了 退掉了 后来就是他不提的卖鞋子 但我是因此呢 我就有了一个错觉 我就觉得罗永浩的粉丝 是特别容易做微商 除了卖鞋子 我还见过好多这个 给我卖鸭蛋的 卖枸旗的 卖菊花茶的 就是罗永浩的粉丝 然后他们会做跟风格 跟罗永浩一模一样的这种视频 就是说不停的 做视频呢 就说你听懂了吗 我这个鞋子为什么好呢 因为它是鲨鱼皮技术 是吧 为什么是鲨鱼皮呢 他就跟你讲鲨鱼皮是多么好 其实我感觉 那个拼多多少 你买这样的鞋子 可能就是20块吧 但是他卖360 或者是580 这个样子 一双 还就是有点贵 是吧 也可能是能治脚气吧 或者是鲨鱼皮 有什么好处 后来我才知道 鲨鱼皮是一种 那个 并不是鲨鱼的皮 我当时认为是鲨鱼皮鞋 或者鲨鱼皮鞋 鲨鱼皮实际上是一种高科技 我也不知道多高的高科技 是吧 就是龙永恒推荐的 我不知道他卖了多少鞋 反正以前在我的群里卖过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 就踢掉了 天天卖东西 实在是受不了 但我觉得乔布斯这样的人 就不同嘛 乔布斯这样的人 是非常非常厉害 是吧 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就明白了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有的人一生是弄不懂的 有两件事情 实际上是 因为我也讲了乔布斯 很多的这个啥 我说实在 我不崇拜乔布斯 我不崇拜任何男人 女的还可以崇拜 有两件事情 是让我特别 服乔布斯的 一件事情是他中学的时候 当时他13岁 他就拿了一个 1968年的一份生活杂志 那杂志的封面上 就是有一个 有一群快饿死的 这个尼日利亚的小孩 就是叫比夫拉地区 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 就那个地方有战争 然后战争肯定是 就是小孩肯定很饿嘛 这小孩子你说 他能做什么事 就是说又饿死了 那尸体或者饿得 特别特别瘦 就是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的小孩 饿了不行了 然后乔布斯就问这个 他们要去教堂吗 美国的小孩可能要去教堂 叫什么主教日还是什么的 然后乔布斯站起来 就拿着这个打字 问这个主教说 那上帝竟然都知道 他知道这个小孩要饿死了吗 那直接就把主教给问蒙了 是吧 这个主教就说上帝是知道的 乔布斯就说 既然知道你这个上帝 为什么不去救他呢 就这么可怜是吧 然后呢他就再也没有去过教堂 看这个也是他在专辑里写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all one farm这件事情 就是他在苹果然的事情 他虽然把苹果电脑用了这个名字 但是我还是很服他是吧 他说这个苹果然是怎么回事 他说说呢 每个人都想建立一个公平的 公平像以电源一样的世界 就是没有差别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这样 结果去了以后啊 最后特别的物质主义 他出走的那天晚上 他也干活是吧 他在炸苹果汁 他出走的那天晚上 他就在睡着了 在厨房里做这个苹果汁 底下睡着了 然后结果他就听到有人进来 他在桌子底下睡着了 他就进来之后 他可能就偷听嘛 或者偷看 结果他发现 平时那几个最光明正大的 两三个人嘛 就是蒋田的领导嘛 整个广源的领导 包括什么的领导进来干什么 偷吃东西 厨房嘛 偷吃东西 可能吃牛排或者是什么的 偷吃东西 然后呢 这两三个人平日里 都是讲爱啊 或者平等啊 或者是是吧 进取啊什么的 还鼓励什么 鼓励其他人 你就吃秦餐是吧 吃苹果吃秦菜 但他们吃的要好 而且还不要报酬是吧 这几个人是又要报酬 还会分这个利润 就他们苹果原理生产几种 就榨汁苹果汁 榨汁机 还有就烧柴火的炉子 反正你总要卖点东西嘛 结果卖了这个烧柴火的炉子 这几个肯定有利润嘛 这些信徒都少了八戒了干活 这些利润被这几个人分了 然后呢 这件事情就被这个 乔布斯在躺在桌子底下听到了 是吧 然后呢 他就觉得起来之后啊 他也就觉得一切很恶心 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苹果园 他从此也就不再相信这种 共产主义啊 或者什么事情了 但是这就是苹果园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办法知道 他的苹果园做过什么事情 你说人家布伦南都没说 我们也不能瞎猜 在里面做过什么事情 确实有私生女是吧 应该是 应该不是说 他的这个布伦南 吃了一个苹果 然后回孕了 我认为这个是不太合理的 这让我想起来 另外几个公社吧 因为美国这种公社相当多 我们可以类比一下 看其他的公社 我想起来另外的公社 我不知道现在历史书上还写不写 以前我们的时候是写的 叫空想社会主义 就说呢 你这个是空想的是吧 这个想法实际上 空想社会主义的人特别多 他们都基于一个什么 一本书啊 叫乌托邦 这本书实际上是流行于 19世纪初期的西欧 欧洲 但是呢 代表人物有欧文 不是踢球的欧文 盛西门和富利业 富利业也不是做富利业变换的 那个富利业 人家名字一样 是吧 欧文是 不是踢球的 可能大家一说欧文 比较老一点的就知道 那个什么 富利业就是富利业变换 实际上他不是一个人 但他们就主张建立一个什么 资本主义有弊端嘛 资本主义有弊端 我们要消灭资本主义 然后这些人呢 就敢想敢干 也有钱 主要是还是有钱 他们就去美国 当时美国相对来说 比较地广 人稀是吧 你去哪里可以搞片地 不值钱 然后他们就去美国 搞这个理想主义是吧 搞这种叫啥 公社是吧 公社 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欧文嘛 欧文在美国的印第安那 建立了新和谐社会 对 它的名字就叫新和谐社会 有时候 哎呀 说实在 我听到这个和谐社会 就是它叫New Harmony Society New Harmony Society 然后呢 为什么叫New呢 因为它以前就叫和谐社会 以前的时候就和谐社会 就是说和谐社会是德国人建的 他觉得德国人建的不够不够好 是吧 他就要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 叫New Harmony Society 这个 很奇怪是吧 尤其是我听到和谐社会 我就觉得 这些人真没有文化 是吧 他们自己起个名字 还要给人家去重营 但这个是 哎呀 和谐社会是吧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说呢 美国人起名都这个样子吧 叫纽约的话 我们能够猜到 它肯定以前有一个叫做 约克城的地方是吧 它就叫New York 然后新的这个样子 后来大家都猜嘛 和谐社会 我就讲另外一个 也是美国的 它叫做奥内达 奥内达社区 叫奥内达Community 这个社区为什么讲呢 因为它存在的时间 最长大概四十来年 里面实现的 也是美国 咱们不讲其他国家 就美国 叫奥内达 奥内达 奥内达 里面存在了四十多年 里面是共产主义 共产共产 真的是共产共产 有公用的食堂 你是人 任何人都没有私有的财产 除了领导 领导叫谁 叫诺伊斯 约翰诺伊斯 帮大家代管 就是所有的人 都是平等的 是吧 有些人更平等 就是说 约翰诺伊斯 是最平等 大家可以把这个名字 说一下 这个研究这个公社的 材料特别特别多 可能一书一大追吧 与乔布斯 你说与乔布斯 这个欧湾Farm 有几分相似 咱们也不能说 也不知道 因为欧湾Farm不出名 但这个奥内达 时代太出名了 是吧 奥内达跟这个 新和谐社区 是比较聪明的两个 我们讲一个 其中一个 这个社区 因为是共产共期的 所以随家的孩子 男的是搞不太清楚的 因为妈妈是肯定能搞清楚 你说你妈妈生的孩子 肯定有你一半经营 爸爸是谁 搞不太清楚 这有没有重要性的 不重要 因此呢 父亲实际上是不用负责任的 妈妈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呢 公社是统一养这些小孩 那小孩子呢 一周就是于生母 生母见一两次 你说生父是谁 只能猜大体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 完全猜到是谁 是吧 所以呢 除了领导的是可以猜到 因为男女 男男女女 你想共产共产 是领导分配的 就这会导致一个什么 就是漂亮的 总是分给领导 然后年老的男人 能够得到一些 可以生育的女人 是吧 然后年轻的男人 你就是得到的是 一些年老的女人 教主把这个称为 ascending 或者是descending fellowship 但你说这个 我怎么翻译 我也不知道什么 他文章里叫做 ascending 就是说上升 或者下降的 伙伴关系 就是说 你不是领导的话 你肯定就是 年龄是有错位的 就是你年轻的小伙子 分到的是 已经50岁的女人 或者是50岁的男人 分到的是 18岁的这个女人 勉强我把它称之为 ascending 或者descending fellowship 的话 我把它翻译 称为忘年交 忘年交 或者升华交 反正就是说 两个是 你这样的话 就很难有后代 大家知道吧 你很难有后代的 活力不行了 是吧 其他人就是说 很难有后代 因为这样配对的话 就是说 有一百多个男的 他这个社区的 总共三十百人 没有职位的 一百多个男的 只生出了多少孩子呢 十二个 不小心的话 生出了十二个 领导层二十七人 他还有领导的 领导层二十七人 生出了五十八个孩子 人均是两个 教主就厉害了 教主一人就生了十五个 这就很高了 因为这 也不能说很高 这复合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 领导你总是拿最大头 连孩子也是领导 生的最多 钱仍然是这个社区 最可求的东西 就他们造出东西来 是要卖给社区以外的 他们水平还可以 因为他们是造出了 质量比较好的 这个捕捉器 你抓老鼠或者松鼠 或者是抓鹿什么 反正就动物的一些捕捉器 现在的话 如果搁到现在的话 这个动物协会保护组织 就会去抗疫了 是吧 但是当年确实是卖的很好 也就是说 当年美国人也抓这些动物 这也是奥奈达的特色产品 有了钱就买土地 那么肯定是 你肯定会赚到钱 然后就买土地 然后陆续也就有新人家属 等到1874年的时候 社区就有了900多英亩的土地 就非常多了 这个社员就30% 400% 男女比例相当 最后有38个男的 并不是说你进去 你男的就可以生小孩 没有 你要经过考验 是吧 久经考验的这个社区人员 等会有38名男人 获得了生育权 女的都可以生 是吧 就是说你生小孩的 只有这38个人可以生 还是其他的女的 就随便来说 都可以生 其他的男人 就是你地位比较低 你晚进去的 就是说 或者你没有混到比较好的 你就要么采取措施 要么就是只能找年老的 不能生育的女人睡觉 是吧 这个社区存在了30多年 最后还是干不下去了 其实原因也不难 主要还是放在了 他们生出小孩的身上 为什么你这个30多年 年轻的人 洗过脑的人 实际上就慢慢的摔脑 但是生下的这些小孩 可不一样呀 你那么六七十个小孩 生出来 这些小孩 你不可能在整个社区内 是 如果他是内循环的话 是可以的 我猜是可以的 但是毕竟是 这些生出来的小孩 有15个是教主的儿子 那些也都是领导的儿子 领导的儿子就可以用公费 然后把这些小孩带出社区 去公费留学 结果一出来之后 他这些小孩发现了 外面的世界还可以啊 非常的amazing 是吧 当这些小孩见过外面的风行 他也就不想 因为你在他整个奥内达社区的话 他每天都要跟教主汇报思想 就每天 要批斗自己的思想 就天天汇报自己的思想 这些小孩一出去之后发现 哦天哪 又可以是吧 又可以玩 又玩得爽 而且就开始反叛了 因此这些家伙就研究美国的法律 他们认为 你这个教主有通奸罪 肯定是有通奸罪嘛 是吧 然后这些小孩就回去 就把这个教主的事情 向这个美国政府报告了 是吧 美国就 因为你毕竟 虽然你很牛逼 但是你跟美国比牛逼 那显然不行了 然后美国政府早就受不了了 自己国家里有这么个像邪教一样的团体 虽然也不能说他是邪教 人家愿意 这就相当于磕碎 欲带枕头嘛 于是呢 就用这个通奸法来逮捕 奥乃达 奥乃达一看 卧槽 要抓了 因此在1879年的时候 这个家伙带着女人和戏软 一堆钱是吧 他自己的亲密的几个孩子吧 然后逃到了加拿大 并且在1886年的时候 在加拿大去世 他去世之前的话 他下了一个诏书 不能叫赵书 反正继承人吧 不能叫赵书 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共产主义叫什么 古代的皇帝叫赵书 结果呢 他要把自己的位置 传给自己的大儿子 他有15个孩子 结果就有人不同意 因此整个社区就分裂了 最后这个社团怎么样了 并没有消失 如果消失的话 我们还认为 这是一个好像比较壮烈 或者比较唯美的事情 实际上没有消失 就更刺激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以共产共齐文明 并且呢 他们称之为什么 圣经共产主义 因为他们是信奉圣经的 圣经共产主义的制度 包括了就是说 财产都是公用的 是吧 属于所有社员 就是说 奥利达社区的共同生活 生产互助 反正七七快快的杂魂理论 反正就大家可以高兴了 你就可以睡觉 除了不能睡这个教主的 是吧 他们声称圣经啊 为这些活动提供了所有辩护 就是说 你一怼他 他就拿出圣经来说 你这个都是对的 是吧 因为你圣经 无所不解释 都可以 最后 钱太多了 还是个问题 最后公社解散的时候 他们已经拥有了 大量的现金和土地 尤其在那个年代 你那么多人 还是能够生产 这个餐具 还有生产这个 就抓动物的东西 攒了很多钱 结果三十多年 攒了很多钱 是吧 相当于改革开放了 是吧 不停地卖东西 攒了很多钱 拥有大量的土地 然后这些人就疯了 因为教主已经不行了 儿子要来接管 结果就有一个 约翰逃纳的家伙 就说 我靠 你这个 这不就跟皇帝一样了 然后就起来盗反 然后呢 就把教主的儿子赶走了 然后把这个家伙 叫约翰逃纳 把教主剩下的这批人 整编了一下 整编了 他对 他就是说 最终你乱打的话 肯定打出最后一个出头鸟 有这么多钱 大家肯定也眼红 反正经过了激烈的争斗 然后把教主的这些人整编 都成立了一家 资本主义公司 并且这个公司又上市了 现在这个公司还存在 叫做欧连达有限公司 一家经营非常成功的餐具公司 就做餐具的 一个银 银制的餐具 大家可以去带 维基百科 或者官方网站都有 你就会发现 它是一家非常非常成功的餐具公司 唯一值得晚期的是 这家公司的员工 已经主动放弃了 互相睡觉的权利 是吧 融入了万额的资本主义 每年还要发财报 因为它是上市公司 肯定要发财报 而且他当年 这个教主建立这个的时候 要说你要控制自己的私欲 不能够天天 这个消费主义受不了 是吧 你这个肉体上 或者是精神上 你的境遇 这个东西 结果呢 他们在黑社星期五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们疯狂地打折 卖他们的这个餐具 银制作的银器 非常厉害 完全违背了这个共产主义 不要物质享受的承诺 以后的话 很多的社区实际上 都效仿这个社团 但是呢 都没有这个社团成功 你说乔布斯的这个社团 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 但是乔布斯的这个社团 实际上还是存在了 比较长的时间 乔布斯离开以后 弗里德莱的all one fun 又存活了好几年 结局呢 也是比较逗的 你知道这种 这种东西都比较逗 弗里德莱 虽然是里面的教主 但是他没有 那个厉害 是吧 奥德内 那个社团厉害 他 几年之后 他就被这个信徒赶出来了 你想想 这是他叔叔的地 结果呢 他请去了 好几百人 在这1500亩地里 然后做炉子 或者做苹果汁 然后卖东西 结果呢 他被赶出来了 这个比较悲惨 是吧 结果他叔叔回来以后 他把这些信徒赶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土地 是他叔叔的 你不可能是说 你进去了一批人 你就给人家共产主义了 是吧 这是不可能的 后来他叔叔回来 整理这件事情 然后 把那些信徒赶走 差点被共产了 现在呢 这个 富里德兰 还是比较厉害的 他拥有铜矿 然后 还还是一个亿万富翁 拥有美国 加拿大 还有新加坡 各种国籍 是吧 有三个孩子 然后和老婆 孩子幸福的生活在美国 而且呢 他是比较热衷 有公益事业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他活得还很好 你如果收的话 还经常见他 搞公益事业 就是 哎呀 我这个银矿里不能 哪个地方的银矿啊 不能雇用铜工啊 或者铜矿 不能雇用什么 就这种东西 他就能出来发表个演讲 好了 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就讲了一下苹果公司 这个苹果园的来历 他确实与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 大家可以去找相关的资料吧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 再见 住一个 五十二 中国人 温猛 小石 百分之一 ol 当对